第112集 这时候其中一个女子沉声说道 小乞丐 你的脸皮可真厚 一个中年男子出现在株林中 在这里绕了几圈 而后停了下来 我感觉到了圆的气息 就师叔祖 几个年轻弟子急忙行礼 叶凡断食一惊 这个人灵觉太敏锐了 那块圆已经被他密封 但还是被感应到了 不必多礼 这个中年人脸色红润 发丝无黑 但是双眸却很沧桑 与他外表的年龄有些不相符 这个人的真实年龄 恐怕早已七八十岁以上 叶凡暗暗推测 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强者 他一眼盯住叶凡 在你的身上 见过前辈 叶凡失了一理 你不是我滋养冻天的弟子 不是 中年人未见一动 刹那出现在叶凡身边 仿佛穿行的一段空间 一把握住叶凡的手腕 前辈 你这是 叶凡大吃一惊 以为他要动手 你的体质 这个中年男子露出吃惊的神色 而后摇头叹了一口气 很显然 他见多识广 刹那间就做出了判断 就在刚才的一瞬间 叶凡心中紧张无比 他令苦海一片死寂 黑暗冰封了金色的苦海 如化成了一片死寂之地 中年人探索到那里时 并没有发现异常 这让叶凡心中惊异 在有心掩藏的情况下 居然连这种高手亲自试探 都被瞒了过去 你身上是否有一块圆 叶凡见无法隐瞒 将小木盒掏出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圆 是我家祖传下来的东西 中年男子打开木盒 看了一眼 不错 正是圆 虽然不纯净 但也很难得了 不知你是否愿意割爱 这 你不能修炼 这块圆对你来说并无用 你放心 我绝不会让你吃亏 如果你愿意交换 你将会拥有十世都花不完的财富 可是 我并不想换出去 叶凡露出为难的神色 进入灵虚洞天 虽然暂时摆脱了江家的骑士 但是没有想到 却将圆给暴露了出来 这让他感觉很无奈 但是却没有任何办法 你真的不愿交换 中年男子问道 神色很平静 并没有以示压人 我不想交换 算了 既然如此 我不会强人所难 一块圆而已 对我来说可有可无 说吧 他转身便离去了 紧紧迈出几步 便彻底消失在众人的眼前 叶凡心中一灵 这绝对是个高手 小乞丐 想不到你身上竟然有圆 即便是不纯净的一小块圆 一笔灵药珍贵 几名年轻的男女 全都露出意思 万万没有想到 叶凡身上竟然有宝 有些人 自然不免生出急语之心 小乞丐 你可真不懂得把握机会 知道刚才那个人是谁吗 乃是紫阳洞天第二高手 修行不过百余年 却比几位祖师都要强大 如果你刚才将圆送给他 与这等人物结下善缘 好处将会无尽 几名年轻男女 纷纷的开出条件 想要得到这块圆 叶凡不可能答应 直到几人远去 叶凡才自语 虽然暂时躲避过了江家的歧视 但是却将圆给暴露出来 不知道会不会有麻烦 半个时辰之后 李小曼出现在竹林中 刚才离去的那几名年轻男女 陪在左右 李小曼没有问叶凡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很平静地开口 叶凡 你不能修行 只有这块圆也无用 不如以此 换取时事负责 叶凡直接摇头拒绝 我不换 这是一片宁静之地 平日几乎没有修行的弟子来此 翠竹林间 点缀着一些小木屋 都是给杂役居住的 清风浮动 整片竹林轻轻摇曳 碧绿的竹叶 发出沙沙的声响 清新的空气迎面吹来 李小曼一身白衣 嘴风轻轻飘动 整个人看起来飘逸出尘 绣发无黑而浓密 肌肤如玉 双眸如水 凝视着叶凡 你是一个凡人 岩在你手中 没有任何用处 我虽然只是一个凡人 但也知道这种东西的价值 你们是修仙者 都如此看重他 怎么会说此物 与我无用呢 叶凡将那块园 在手中颠了颠 他里面蕴含大量的 生命精气 我想对于一个凡人来说 延年易寿 不是问题吧 你 一个凡人用园来延寿 真是浪费 旁边几个年轻男女 全都露出不渝之色 你如果想增加兽缘 令身体强健 其实有很多办法 完全可以用这块园 交换一些白草叶服用 不错 你如果肯将这块园 让出去 我们自然会让你满意 那几名年轻男女 都这样说道 这块园 对他们的诱惑太大了 都迫切想要交换过来 对不起 我不想交换 你们说的那些 我不感兴趣 叶凡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将园交换出去 直接言辞拒绝 那几名年轻男女 全都变了颜色 对于他们来说 园的意义重大无比 掌握在一个凡人手中 等若明珠蒙尘 实在是一种浪费 他们都想居为己有 李小曼静静地站在那里 白衣飘飘 绣发随风轻舞 你不知道一个凡人 拥有缘意味着什么 那并不是财富 他只会给你带来灾难 你仅仅是一个普通人 根本无法保住他 难道你们还要抢夺不成 叶凡将袁收起 望向前方几人 除去李小曼神色淡然外 其他几人全都面色不善 一顺不顺地盯着叶凡 刚才紫阳洞天的第二高手 都没有以示压人 难道各位还想抢抢不成 李小曼的话语 没有丝毫波澜 你有一块园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消息走了出去后 纵然一时可保无恙 但今后的安危 就很难说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只能选择交换 李小曼点了点头 将他与修仙者交换 自此后 你将终生受用无穷 再也不必奔波 可以安心做一个富家翁 忠华富贵一生 你们的实力也并不高 这块园内蕴含的生命精气 恐怕不是你们所能够炼化的 建叶凡的口风似乎松动了 旁边的几人纷纷出言 我等虽然不能直接炼化 但却可以交给门中师长 刚才那位前辈公餐造化 乃是我紫阳洞天第二高手 曾经帮助李师妹恢复青春 今天李师妹 若是能够将这块园 承送上去 必然会受到赏识 我等一刻接近那位前辈 聆听教诲 叶凡笑了笑 什么也没有说 望向了李小曼 不错 我确实想将这块园 送给那位前辈 李小曼神色甜净 轻轻地拢了拢 挡在额前的秀发 静静地看着叶凡 我不会亏欠你什么 会让你觉得满意的 叶凡摇了摇头 平淡地笑了笑 一如过去的你 李小曼并没有反驳 向前走了几步 凝视叶凡 我知道你很有自信 也有能力 不甘于做一个凡人 但事实就是如此 你的体质无法修行 只能做一个普通人 我希望 你能够安心做一个凡人 不要想太多 清醒一些 放显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袁安 对你来说真的没有用处 接受现实 做一个普通人 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看来我们彼此并不是真的了解 叶凡没有再多说什么 人总是向上奋争 李小曼微微一顿 仙与凡是两个世界 仙与凡是两个世界 叶凡笑了笑 漫不经心地开口 将来的事情谁说得准呢 说不定我也会出现在 你们的道路上 到时候 别不小心被我这个普通人超过 旁边 紫阳洞天的几名年轻弟子 揭露出意思 他们觉得 这两人的对话 有些特别的味道 并不像邻居那么简单 尤其是 叶凡根本不像是一个少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